打造69家族剑号第16集 今天的话跑完集园之后的话 有人加我好友不用看 一定是约我还工的 你们老说我打还工剧本剧本 真的没有剧本 一天约我打还工的人 没有80个也有60个 本身抖音平台现在是最火的一个 短视频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的作品传播的也是比较快 然后的话 雪山这个区也是比较热闹 所以说的话 打还工根本不需要剧本 而且我又不直播对吧 因为最近的话被约战还工也是比较多 对面这个人说是我的粉丝 差一点雾山有军 说那么下次约还工 一定要开门剑山 一次性说清楚好吧 而且最近有很多那种 130 140 150的无级别大官的话 来约我打还工 所以说的话我也是很郁闷 都想拿炮哥的衣血 69级普多的话 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门派 因为化身的话没有那么厉害 69级玩辅助普头的 应该都是有特殊技能的宝宝 没有特殊技能的宝宝 玩69级玩不动 对面也是发宝宝给我们看 我们来看一下 果不其然 对面的宝宝都是有特殊技能 因为雪山这边69级的简易主别的话 是不能有特殊技能的宝宝 我们再看一下自己的宝宝 再跟对面的宝宝对比一下 直接四个字 惨不忍睹 既然宝宝差的太多 对面又是一个普多山的一个门派 我觉得这把比赛的话 也不会太好看 所以说的话 我想委婉的拒绝一下 这一把还工约战 对面这个自称粉丝的一个普多山 更是废话不多说 直接朝我脸上边 直接甩了一个还工的一个 生死的一个战术 然后给我们说一句 下战术了 怕就不要接 这也叫粉丝吗 对面说 赢了的话就是我的粉丝 输了的话我不配 我这边也很理解兄弟们 想善尽的一个心情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话 都满足一下各位粉丝 我感觉自从在雪山 玩了这个六十九级 简易家族之后的话 我现在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善好打您死 然后的话再去打一个还工生死 差不多十八门派 都要被打齐了吧 感觉 废话不多说 我们买好卡 买好药 打好天赋 直奔战场 去接对面的一个还工战术 一开始为什么没有想跟对面 这个粉丝打PK呢 因为我觉得跟普罗三打PK不好看 你懂吧 而且对面的宝宝都有特殊技能的 一个情况下面 我也不可能切全力去跟他们打 所以说的话 这个比赛的话 肯定是一个默默唧唧 叠三害的一个过程 打还工的话 还是变八舌卡片是最稳的 所以说的话对面没有变八舌卡片 变了一个天兵卡片 加了一把防御 我这边的话有八舌卡片 有一个毒 那我们肯定是要以轻宝宝为主 对面的话 想依靠自身的一个紧箍咒 加上一个固定的一个五行法术 来打我们的一个三害 可以看得到 我这边的话 千连保新单也是带的比较多 所以说也不急 先叠漫天以轻宝宝为主 亲完宝宝再说吧 另外多说一嘴 我的号每天都会在雪山的 一个还工门口挂机 给家族里面收人 兄弟们想来约我打还工的 兄弟们都可以来 但是我这边是不需要演员 或者是一个剧本的 反正只要我能接你的还工 打输打赢 我都会把视频给做出来 给兄弟们看 本身跟粉丝打的都是一些娱乐局 所以说的话也不需要演 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以后的话跟兄弟们说一下 约我打还工的 简易主编也可以 你们带那些大关的无级别也可以 欢迎兄弟们过来约战我 我正好想挑战一下你们这种140 150的一个大关是一个怎么样的水平 然后我们言归正传的话 回归比赛 可以看得到我这边的话 伤害打对面的一个人物的话 也是差不多是一个刮杀的一个伤害 然后对面的话 这个紧箍咒的话 69级可能等级比较低 这一种固定伤害的话 也差不多是一个刮杀的一个战害 所以说对面直接选择用一个特殊技能的一个蓄迷真言的一个宝宝来冲刺我们 开弓没有回头剑 对面不可能只出一个顺法 对面的话疯狂冲刺 因为我们是一个简易主编 没有无级别法术防御比较低 所以说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对面换出这一只顺法之后的话 我们踩上面的配属全部走吧 我直接出顺机想换倒对面的一个顺法 没想到顺到对面的一个人物 对面的话直接换顺机把我给打残 差一点要game over了兄弟们 对面也是连出三只顺法加一只顺机 没有冲掉我们 这个时候的话我已经把对面的宝宝都清完了 这一把比赛的话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可以看得到对面的宝宝硬件的话 没有那么好 如果说宝宝有什么出其不意啊 那些法术都齐的宝宝的话 我这边是一定是扛不住的 所以说的话69级的一个简易主别 为什么不能够携带一个特殊技能的一个宝宝呢 携带特殊技能的宝宝 你这边没有无级别的话是根本看不住 然后的话环弓的话也是取得了胜利 期待我们的一个下一个对手兄弟们